Hello 大家好 我是Dee 多謝你們經常看我切東西 選牛肉 切牛肉 你們經常問 怎樣買把好刀 怎樣磨刀 怎樣做這個維護 今天帶大家去選刀 我會介紹 我有個同事在這裡 這裡不說你 這麼巧 Alan 這裡其實是景德行 就特意找你來 幫我介紹一些刀 怎樣磨刀 我只會買刀 但我不會磨刀 就唯有找它 順便解答全部你們的問題 現在在我的電話上 好了 我們現在請了 不是請了去 我是來到這裡 一般你覺得 什麼刀是最方便 你拿回家 買一把陶瓷刀也是切肉 還是買一把很漂亮的刀 都可以切肉 要怎樣去選一把刀 其實買什麼刀都可以 一來你看預算 剛才你說過陶瓷刀 陶瓷刀本身 很多人都覺得好像很膩 但跟真正有質素的 用鋼做的刀 鋼做的刀 永遠都會膩一點 陶瓷刀而且 你一鈍了便鈍了 你不能磨它 除非有些刀 可以傳到原廠一輩子 免費可以磨的例外 我解答一些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的問題 他們有問 改肉要幾把刀 是否要有一把改肉刀 挑筋刀 挑筋刀 你的新國華訂單已經完成處理 你不可以在這裏 你不可以在這裏 搞那麼多東西 你不可以在這裏 大家一次只用來切牛肉 其實兩把刀便可以 一把是用來建筋膜的刀 比較窄身 短一點便可以靈活一點 另一把我們會選長一點 日本來說我們叫牛刀 這樣嗎 你可不可以拿兩把刀出來給我看 好 我有沒有阻礙你 都害怕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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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不戴 挑筋刀一般比較窄身 短一點 我們建筋膜時便比較方便 刀尖是特別尖的 方便你刀下去 起一下 就不用用到那麼長的刀 但其實一把刀用來開牛肉 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 純粹是沒有那麼靈活 這些單一用途的刀 就會很專門去做那樣東西做得最好 多用途的刀甚麼都可以 但一樣都可以 又不是最好的 但你現在賣這些牛刀是雙風刀 對 全部都是雙風刀 雙風刀 雙風感冒就要去吃藥 但其實刀是有分單風和雙風 我建議如果真的純粹切合用 甚麼都不會切 是 減長一點會方便些 240 這些尺寸 即是9吋半 9吋半 就會方便 240 即是24.5cm 240 即是24.0cm 24.0cm 24.0cm 對 為何會有5 為何會有5 9吋半 換我 但如果想多用途的話 其實選擇210的刀便會更好 即是香港廚房便較小 你選擇太長的刀 砧板又不夠大 然後一袋就等到這麼長 那刀子便沒有了 那好吧 我們說手柄 又有人問了 手柄究竟是木、鋼、膠、膠、還是不用手柄 全鋼的手柄 通常人們會覺得衛生一點 不過會滑手一點 尤其是有水有油的時候 膠的手柄其實比較絕手一點 但你用久了 你知道膠的會氧化 會氧化會黑 很黏 不過這些通常都比較便宜 手柄爛了便會換靶 用PakkaWood這些做就比較內容 有水有油 都會有一點滑 這個就無可避免 用木造的手柄 有水有油都不會滑 因為木柄會吸收水分 拿刀的手柄 用甚麼材料的手柄 應該都不會特別滑 最主要是拿上手覺得舒服 平衡會不同 不同的手柄 木柄輕身 所以刀的平衡點 就會近刀身 變得可以拿刀前一點 用這些膠柄 而且它的鋼是去到手柄的尾部 整把刀的重量就會回到手柄 鋼是去後一點 即是是後重心至後重心 對 有時買刀 即是上網買刀 但其實你未拿刀上手 你不知道手柄是否適合你 有些人喜歡鋼前一點 有些人喜歡鋼後一點 有些人喜歡鋼輕刀 有些人喜歡鋼重一點 各個不同 沒有特別哪一種好 究竟都有多少不同的質料呢 你覺得每一款質料應該是怎樣去保養嗎 首先說刀的鋼材 主要兩種 其實是不鏽鋼或是碳鋼 不鏽鋼 不鏽鋼顧名思義 不鏽鋼 即是很難生鏽鋼 不過做刀的鋼不是100%防鏽 你有足夠的水分 時間夠 你用得夠碎 一樣會生鏽 有些人都見過生鏽 怎樣可以用得夠碎 用得夠碎 你切完檸檬 你不用 然後就這樣放在這裏一天 有人這樣做 切完把刀 就這樣扔到星盤 浸著 第二天才使用 亦都會生鏽 碳鋼的刀 即是會生鏽的刀 但為何有些人要用生鏽的刀 因為碳鋼做的刀 一般是比較容易磨 而且出來的鋒利度 是比不鏽鋼優勝 所以到今時今 很多人都喜歡用碳鋼的刀 但碳鋼刀 保養麻煩一點 我們切東西的時候 不斷的刀 不斷的刀 不斷擦刀 可能分兩分鐘 慢慢擦 切得更乾淨 刀也會保養得更好 即是不會有酸性 不會有酸性或水分重的東西 停留在刀面太久 而且洗完之後 如果那天不再用了 可能要塗一點油 或刀 甚麼油 其實一般食油也可以 或者用刀油 刀油是沒有味道 而且很難揮發的油 而且可以吃 好了 我們說到普通最簡單 究竟磨刀有甚麼設備 要買花肥 基本 基本 基本沒有普通 用一千的磨刀石就夠了 一千 好鬚越細就代表它越粗 越大就代表它越幼 但如果刀刀是很刀的 用柔的石去磨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只用很粗的石去磨 又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磨出來的東西就像狗瓦一樣 我們用一些中間號數一千 其實家裡一塊一千 都已經夠玩了 你突然間 這麼高 沒有意思 因為我不夠高 桌子又太高 我通常站那一級 即是要這樣 就回手道 如果不然我們長期磨 會勞損 我們輕輕說一下如何和你一把刀 這個石不需要浸水 我們會噴濕 因為你看到它吸不到水 全部都是水珠 不過因為新石通常都是這樣的 用來它就不會那麼誇張 它一把舌的刀本身 刀鋒是一個很尖的三角形 但是我們不斷使用的時候 尖的三角形慢慢變成一個弧形 那弧形開始切不到 再過一段時間 完全平了 變成一個好像梯形的狀態 那你就切什麼都切不進 好像現在這個狀態這樣 為什麼它會磨回你一把刀呢 其實那個 有一個要缺的就是 我們要令刀 產生毛邊 毛邊在刀的兩邊 先後產生 並且去除 刀才會離 其實有這個概念 你明白了 任何刀都可以磨一離 就不要說我不斷送磨 為什麼磨也不理 因為從來都沒有毛邊的產生 毛邊是什麼呢 當我們用刀不斷磨一邊的時候 然後刀底就會產生一些 披口的東西 就會卡住手 當你整把刀 由底至到刀尖 都有這個毛邊產生的時候 即是說 如果你這樣不斷磨 就會把下面那邊斜了 然後突出出來 對 就會反到另一邊 當整把刀磨這邊的時候 毛邊反到這邊 代表我們這邊磨好 我們先可以轉到另一邊 如果磨完之後 一些地方有毛邊 一些地方沒有 即是還未磨完 繼續磨 一般磨刀 其實我們用大概15-18度左右 不用很準的 大概就可以了 我打算問你 那23度可以嗎 然後我們盡量去保持這個角度 怎樣保持呢 我們手腕就不要動 三隻手指握住手柄 兩隻手指握住刀身 鎖住手腕 只是用前後方向去磨 你鬆手腕的話 可能磨刀就會這樣 只會把磨刀放在中間 鎖住手指握住 然後前後後還有打開 盡量用完一根石他面積 不要算是ulp正是虧空中間 每把刀有個弧度 exist到每度有弧度 我們需要提起手 faut 你不提起手足去磨 你刀え tight 很多人磨刀,底部是平均,接着另一个直线上,其实很肉酸 我们就要除了弧刀而改变,手针拿多高 最后到刀尖,其实你会看到手针拿得很高 但刀尖就不要太大力去挡下去,太大挡,它会弯,轻力去磨 下来,手针拿回来,然后现在感觉一下刀的毛边都出来了 尽量用整个磨刀尖,这些弧位很多人忽略了,磨得不够 所以我们集中一点磨一下这些弧位,尖开始干,干就加水 好,整把刀都有毛边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反过去 反过另一边,我就习惯了放平刀,即是90度角,和磨刀尖成90度 拿起一样同一个角度,刚才说了一个力度 角度说了,力度就是我们要向刀封那边尽量不要用力 拉回来,向刀背那边用力就会好一点 对身手来说,因为很多时候控制不了角度 如果你向前用力,然后角度大了,其实会铲进石头 铲进石头,你的石头会凹,刀会崩 所以尽量放松,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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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一样,去到弧位的地方,就是拿高刀 拿高刀 正常是磨多久的吗? 看起来也有多刀,这些状态五分钟内就应该磨好了 如果我没有说话的话 现在就是说我吧 你多东西问嘛 我一向都多东西问的 现在毛边又由这边反过去,这一边了 那毛边先后产生,并且要移除 最后我们将毛边收走 收走毛边是怎样做呢? 我们回到第一次摸的那边 然后向刀背方向推过去 我们就将披口磨掉它就行了 最简单就是这样做 那把刀其实就会离了 然后我们再摸,毛边消失了 但是要确保它不要反过来 好了,两边都没有毛边了 那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轻力的动作 这边也可以拉回后 这是一个专业的磨刀 原家专业讲解磨刀 我其实看着厨宇宙的人磨刀磨了20年 但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究竟应该是怎样磨刀 可能是脂质 不是 屌屌 我真是屌屌 那磨刀除了用石砍刀的动作 其实还可以用牛仔褲 因为呢 穿洞的位置才可以 因为还有一些很小的毛边 我们还没有烫掉 可以用牛仔褲或帆布 这样刮 所以其实你看到有时候你去日本 看到别人磨刀 最后在衣服或者围裙上刮 那条档布是有这样的用途的 就是这样用的 把那些很小的毛边 磨刀石可能掃不掉的那些 就在布上掃掉 大概一把刀基本叫做磨好底部 但你说家里用 已经够用了 家用一把刀 真的可以用十多二十年都没问题 只要你不要用了一些不应该用的用途上 例如呢 惨鸡 好了 我们是分两集的 多谢Alan Thank you 不要客气 记得有件事就是 景德行 它有YouTube 它也有Facebook YouTube两年没拍 YouTube两年没拍 但视频率是比我那些 这些就是我的要订阅的地方 有什么想看 就记得留言 还有觉得这条影片好看 记得给个赞 但给个赞 记得在下面写清楚 究竟是给这些人还是给我 多谢你今天特地做磨叠三 多谢Alan 好 还有一集 稍后再见